Hello,大家好,我是默克生 在济南的西部,一些黄山上有一些这样的城堡 据说是当地村民为了防止太平天国而建 爬山是挺耗费体力的 还是我们要爬上去看一看 远处一列高铁穿山而过 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 这种现象经常会让人生出很多感慨来 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历史的一步 看见了,这就到了 这一段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完整 很多地方的石头也被扒开,便于人们的行走 这边有一个蓄水池 主要用于山上淋木的灌溉 整个城堡好像并不是很大 类似的城堡在很多山顶上都有 在解放济南的时候 这个地方挨过两发炮弹 这里曾经也是军队的一个指挥部 据说这就是指挥部的遗址 在城堡的正中央 人们还用石头把一棵松树围了起来 大概是为了经验吧 这些石屋的屋顶全部坍塌了 不过在清朝的话 防御弓箭是没什么问题的 山东是一个丘陵纵红的地带 所以不管你跟上哪个山 都能看到周边小山林立 许多山都不高 但主要以这种石头为主 所以修建城堡可以就地取材 这也是山中的许多地方 在大山之中 老百姓的房子为什么是石头的 也为别人而留 这个墙大概有两三米高 我是一米七嘛 但在这个位置下面还有一块 这边的位置应该是有个两三米 往上弓的话还是比较难弓的 他们当时使用的武器也非常简单 就是石头 这种石头足以特资点 这个地方是原来的大门 这石头搞得比较规整了 想一想当时这个工程量也非常大的 他们就是这么一个村的村民 不容易啊 哎呀现在都塌了 这还能算是古迹吗 这些房子都非常小 大概也就能睡上三四个人感觉 其实在生活中 听见很多人 不明白爬山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在山顶上待的时间太少 好了 我们也差不多 该下山了 走吧 告别这个城堡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朋友们 好